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他对战的这一位就是来自美国的超级大快球马克亨修斯 这个马克亨修斯身高体重完全占优势 因为他的身高已经达到了1米94 体重是120公斤 240斤 最主要的是他的身体上还没什么肥肉 都是低肉 而我们的李铁锤他的体重是200斤 也是一个大快球 不过身高上确实矮了对手差不多半头 我们看看这场比赛会打成什么样子 一个是我们中国的东北大量王 一个是美国的超级大快球 现在李铁锤抱单腿摔 对手按倒在地板上 很可能的包打 可是对手防守做得不错 又站了起来 好的 打力百拳 频频命中 这个美国的大快球现在只能防守 这家伙打回去了一个大百拳 小心 他进攻的时候要把手拿高 连续的牛百拳 李铁锤这一波打击直接把对手打倒在地板上 像是武松打虎一样把对手按倒在地板上 狠狠地暴打 对手还能站起来吗 他还有没有机会 李铁锤竟然是来了一个超级打击 从上往下直接90度砸了下去 偷人权 逼铁锤 看看能不能从上往下单狠地暴打 看对手的病要对手的命 我们等待着胜利的消息 铁锤没有控制住 因为对方的体重太大了 这个身体维度太宽了 很难控制 还是恢复到战力 好的 夺命勾拳再一次击倒 狠狠地暴锤 地板上已经开始低起 这个美国的马克 红星斯 还是很能撑 好大直接打死 攻击李铁锤 不愧是我们中国的东北打架王 我们看一下现场有很多的人在围着救他 应该是昏迷 没有被打 恭喜李铁锤在我们中国 主场作战 为国争光 哎呦我们看看就是这个前手 大力百拳 哎呀直接打中了对方的耳根 哎呀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马克恒秀斯 他的身体贪软倒地啊 惨烈至极 哈哈 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恭喜李铁锤为国争光 to really wear down his opponent so that he can get his hand raised Ladies and gentlemen Referee Herb Dean is calling stop from this contest at two minutes 48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clearing the winner by Nankarouch Bulton and there is the man of the moment and what a moment this must be like for professional